汉语来了外国辅导员 来自法国的朱利安先生 辅导员首秀遭遇下马威 你要能把每个时辰叫什么 我就给你三个拜 走熟了 走熟了 太厉害了 各国赴约怎样才准时 婚礼是两点开始 实际上是大概四点开始 其实来吃晚饭的 我爱了汉语 带你了解有趣的十字 上课咯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快乐汉语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韩佳 那下面呢 我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辅导员 就是我身边这位高大英俊的 来自法国的朱利安先生 欢迎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觉得我也是学生吧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朱利安其实在中国 已经很多年了 而且学这个汉语也很多年了 对这个中国的文化 也有一些研究 所以今天我们要请你来 给他们做一个很好的表率 这样 好吧 好吧 其实一般别人夸我 说你汉语真好 我一般说我装的 所以我可能 我比他们会装一点 学到精髓了 知道谦虚了 是吗 好 来 我们这样吧 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六位学员 你们好 好 好 那我们再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两位老朋友 我们的两位导师 传道导师 康正老师 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解惑导师 管剑老师 欢迎您 我们要通过一串数字 来引出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字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数字 八 六 四 零 零 在那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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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是密还是马呢 只能一个字 密或者马 一杯码 让你的钱 钱 银行卡号 所以卡 卡 卡 哈朗呢 活的天数 活的天数 慢慢接近了 我只能说 好吧 我还是来给大家揭晓一下 这个是代表时间 因为我们一天有八万六千四百秒 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 但是也因为它我们也经常会后悔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这个时间的诗 那这个时间的诗最初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上面那个字实际上是知乎折也的知 底下是一个日 就是太阳 因为在古文里边这个知啊 是行走的意思 是去的意思 那么太阳呢 是表示时间的 那么太阳从东边升起 走走走走走 走到西边去落下 就像刚才你说的 八万多秒就过去了 这个过程就是时间 就是时 说到这个时间我们会想到 这个天啊 分啊 秒啊 小时啊 那我要问一下了 这个时最早是代表多长时间 有人知道吗 猜一猜 是不是半天 半天 不是 太阳上然后太阳裸 裸 那是半天 就是不算 夜里不算是吧 不算 不算 不算吧 好吧 哈朗 半个月 半个月 你这时可有点长啊 总是说一时半腿 历时半月 历时半腿 回不来 总是觉得很久 很久 但又不能非常久 丽达 我也觉得应该很久 因为古人他们量时间 应该是靠大自然 而且大自然的变化很慢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季节 起码一个季节 因为他们一个 一季 对 能看得清楚那个变化 那到底这个十原来是指多久呢 康正老师 在古代呢 这个有一部书叫《说文》 《说文》其实就对汉字做最精准的解释 十者 四十也 指的就是四季 中国古代有春夏秋冬四季嘛 那就是一个十代表一个季 那我 对 这个跟丽达刚才说的非常接近 当然丽达是瞎蒙的 我相信 是瞎蒙的吗 四 是 蒙 没关系 虽然他们全都是蒙的 但是丽达的蒙性最高 这也是一种 我们这叫物性最高 对 因为我们中文中表示这个 时间的词语有很多 有没有还知道别的的 表示时间的 有 比如说马上 马上确实是 是一个时间概念的词 驴上就不是 对 我们约翼俗成的就是马上 驴上慢一点 闭眼睛到看眼睛就是 一眨眼 一眨眼 眼睛一闭一睁 对 这时间就过去了 丽达 有一个顺达 顺达 好吧 这我要解释一下 这是我们形体老师 只是中国形体老师 他每次要踢腿的时候 会说顺达 有这个词吗 因为我 应该是瞬间的意思吗 应该是瞬间的意思吗 应该是瞬间的意思 瞬间的意思 你这形体老师是唐山人 有人说着瞬的意思 有这个词吗 也许是方言的 对 方言里面 我们就难以保证了 正前学 立刻 立刻 我出一个马力儿的 马力儿的词 好 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 我们同学们 对这个词应该还是很了解的 平时生活中也老是用到 来 我们组个词 好 好 来 我们都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看郑贤学写的是 时辰 他会写出来这不错 因为那个中国的一些概念 跟韩国 因为那个从中国 过来一些文化 韩国也有是时辰 是那个十二个熟像 就刚刚时间也有十二个时辰 一个时辰等于是两个小 你要能把每个时辰叫什么 我就给你三个拜 你就让他当辅导员是吗 紫薯 紫薯 紫薯不是吃的吗 那是红薯 那我再考你一个 紫时是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几点到几点 紫时是那个十一点到一点 太厉害了 这个你看这个小镇呢 这跟我们就是一样 韩国人嘛 你这东方人有的共同的一些 时间和空间的一些概念 的确在中国和韩国的古代呢 人们是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 就相当我们现在二十四小时 是吧 那么一个时辰呢 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 当然了 我们现在说紫薯 丑牛 银虎 毛兔等等 好像是把这十二个地支 与十二个属相联系在一起 关于这个有很多种说法 说在这个时间点里头 可能正是这些动物的活跃期 比方说半夜时分 你们家米刚在想老鼠活动 是不是 比方说这个丑时 有人说老牛返厨了 是吧 有人说在银时呢 老虎出洞了 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认为 这些动物也是一种图腾的代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赛娜 准时 准时 其实准时说起来挺简单的 但是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每一个国家 我觉得对于这个准时的理解 都不太一样 看来这个准字要说准也不容易 对啊 因为这个准时 我的概念当中 我觉得中国一般都前后十分钟 前后五分钟 都应该算是准时 那我们其他国家 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赛娜呢 在阿塞败江是多长时间啊 前的话五分钟 后的话一个小时 前的话五分钟 后的话一个小时 那是赛娜也是 那我觉得基本上你要说两点 我三点到就行了呗 我知道是这样 所以我跟你说两点 你三点再来 我也三点再来 那在法国呢 没有 法国多长时间算是准时呢 在法国更多的吃到的时间 平常在比较常见的 五分钟到二十分钟之间吧 是比较常见的 个人的感觉 南美 还有这个 南美 什么非洲的 来公必要你们那边 因为享受生活 所以说 是的 男人慢点走吧 或者什么的 所以我们一般 如果我们约了八点 可能我们正常来说 我们会八点半到 我们那边有一个叫非洲时间的 比如说婚礼 他们会说婚礼是两点开始 但是实际上是大概四点开始 大家明白真是来吃晚饭 不是 因为很多人会迟到 所以他们会说非洲时间 所以看来你看各个国家 还是不一样的 是的 修压力呢 我们就是前十五分钟 然后后零分钟 因为 可以早到 但是不可以迟到 对对对 迟到不算准时 这是非常好 姥姥就是半个小时 提前半个小时到 在西班牙 婚礼开始六天 大家都来七天 那是我爸爸 让我们五天班来 然后等着 然后他说 这样你可以批评别人更好 对 没有别人批评你 你可以 其实确实世界各地 就是不同的国家 他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不一样 比如说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英国人 其实还是蛮准时的 但是英国人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八点半开始上学 八点二十五都没有人 但是八点半准时都做好了 然后德国人 就是应该更准时的 比如说康德时间 对对对 最有名的就是康德时间 对对对对 连奴夫都在看他 看见他就跟看见表一样 对所以跟康德 生活在一个镇上的人 不用看表 因为康德准时地去吃早餐 准时地去买报纸 准时地在任何它需要出现的地方 其实它更多的时候 跟我们的一种这个生产的关系 是相关的 比如说西方更多的时候 它是一种契约的社会 所以契约社会 它主张的是人际的信任 它必须要准时 但是中国呢 以前是农业的社会 所以我们比较相对随意一点 中国有一个词叫做 我们现在也常常叫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就是个最不准时的 就是我们只有见了才能死 一般说不见不散的 就是两人交情很好 但都是不靠谱的人 康德老师呢 在您的这个观念里面 多长时间算是准时呢 我的观念里头其实很简单 比方我跟管建老师约的是 今天下午 比方约的是下午三点 我很有可能在第二天下午三点 反正对我来讲 只要是下午三点 就都是准时 而且康德老师 你俩还告诉你 不见不散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 这个时间的时 包含了很多丰富的意思 我们来总结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和用法 你看意思比较多 指比较少的一段时间 然后也可以指季节 指当前 指时俗 也可以指这个姓氏 有姓氏的 确实有 好 还有量词 计时的单位 这个我们平常最常用了 上午八十九十 顾词就是时长 你看我们时时刻刻 那这三种用法都记住了吗 记住记住了 记住了 记住了我们就要加深一点这个难度了 记下去就要造句 我们要请现场的这个朋友们 给我们的外国学员呢 来做一个示范 来 这位小美女 我马上就要时来运转了 这你都能预知啊 这真是机会主义者 这年头小朋友 对 小朋友都不得了 学识 对 好吧 还有这么小的一位小朋友 也会造句吗 临时抱佛脚 临时抱佛脚 你都知道啊 不是 我现在觉得有点纳闷 这两个小朋友有问题啊 怎么什么问题 一个说他要临时抱佛脚 一个说他要时来运转了 时来运转 而且我觉得这两个家长有问题 不 我觉得他俩是商量好的 临时抱一下佛脚 就能时来运转了 有时来运转了 对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 滴飞马 来 跟我们说一下 上课的时间独日如年 放假的时间观音四见 来 怎么解释 就是上课的时间 好像时间都不动 但是放假的时候 我同意 就是比如说上课的时候 看时间百点零零 然后你一直请老师 一直请老师看百点零零 然后睡觉的时候六点五十九 你还要一分钟再一次睡觉 最后就是九点了 其实这个说起来 其实也挺奇怪的 其实时间是不变的 他一直这么在走 那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时间 是度日如年 有的时候又觉得这个时间 是光阴四见的呢 时间是不变的 但是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我记得原来 爱因斯坦很著名的物理学家 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别人问他说 什么是相对论 对吧 他说很简单 比方说 我跟管剑老师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我就觉得时间 过得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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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因为管剑老师很漂亮 又有文化勇气 我以为您要说度日如年 我们在心理学上 把这个概念叫做时间知觉 其实我们在惊恐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所以你看我们在电影里面 《黑客帝国》 我觉得这颗子弹朝我飞过来 真的觉得很慢 这不是电影的夸张 是在内心当中很恐惧的时候 也觉得很慢 好 来 我们刚才说了 不管这个度日如年也好 光阴四见也好 这个时间 它是一直不停息地在走的 所以你看帕朗就说出来了 帕朗时光机想去哪里 点哪里 我觉得帕朗会写出这一句话来 他一定心里有一个这个时光机 是吧 你是不是特别渴望这样 你想回到哪个时候去 这应该人人都有吧 人人都有 确实是 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有这么一个时光机 你最想回到一个什么时候 谁 我吗 你说说你吧 好 我回到大学吧 大学 为什么呢 回去好好谈一场恋爱 你大学的时候谈了吗 我就好好学习 忘了想恋爱了 你这太假了 来 我问问别的同学 丽菲嘛 我要回到2008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2008北京奥运会你在干什么 对 我在机场三号航长楼当那个志愿者 那个时候我们穿那个志愿者服装 然后坐滚翘车免费 到机场免费 然后 原来是到哪儿都免费 我没有免费的午餐 都很免费 然后 很多人看你穿那个志愿者的服装 他们 我给你配照 这样的 非常非常好 我以为你是爱当这个志愿者 然后去帮助大家的 原来是各种 当然有帮助大家乐于 乐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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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看下一个 没有 没有 来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尝过吗 就突然让我想起 就大神那会儿的 伤心事 一段往事 来跟我们说说 也不是什么那个大不了的事情 就跟初恋在一起了大概五年的时间 然后跟他分手之后特别难过 就是吃饭也就吃到吃不下 然后特别难过 但是大概过了一年时间后 我就才恢复 就好点了 所以现在会想起来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 这因为你已经吃了这个良药了 对 别担心 有我们还有多多 别担心 但是时间的确 很多人说时间是良药 时间是良药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过程当中 我们重置了一些记忆 我们有很多新的事件加以替代 所以时间可以帮助我们抚慰伤口 现在还有问题吗 龙碧阳 一句话是一顺光阴一顺金 是吧 那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用顺 用顺 而不用秒或者分或者小时 就这样的 为什么要用顺 中国古代没有表是吧 你看 就是极点了 没有 没有钟表 是吧 它最早计时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弄一个日轨 就这个 就这个 你看啊 为什么说光阴 光阴 阴是哪呢 阴就是那个阴影的部分 光照在了日轨上面的那个小棍上 你看它不是画成紫丑银毛十二吗 对对对 这儿有个阴影 那个阴影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在钟表上的那个指针一样 就它的宽度就是一寸 是吧 它当然比寸时间上要长了 这一寸的时间啊 就好像一寸的黄金一样 它这个比喻的 很宝贵 但是寸不是计时单位 这个要弄清楚 寸本身不是计时单位 西时如今 当时间控遇上拖延症 拖延症的存在是具有实际的意义的 就是浪费时间 时光如水 而我们又将去向何方 做一个贤富良富了 很希望无论你在哪 你心还是单纯善良的 不管你在哪里 你一定要幸福 一场各国关于时间的对话 就在快乐汉语 那刚才呢我们经常说到这个 一寸光阴一寸金 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 那古时候有个人啊 大家一定知道 司马光 砸钢 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吧 但是司马光也是一个 非常珍惜时间的人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来 我们让汉小雨 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故事 我汉小雨又来了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枕头的故事 枕头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有那样的 但你见过这样的吗 它可不是原始人用的 它属于我的偶像 嗯 那个砸钢救人的司马光 原来司马光想利用睡觉的时间来读书 但无奈睡眠质量太好了 常常一不注意就睡到大天亮 于是他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原木枕头 只要稍微一动枕头就会滚动 他也会立刻惊醒 司马光给这个枕头起了个名字叫警枕 正是因为这种珍惜时间勤奋好学的精神 司马光才成为宋朝的大文学家 大史学家 还主编了《资质通建》这部史学巨著 不多说了 为了向我的偶像看齐 我也赶紧做一个枕头去啦 好 所以后来但是到了后来呢 后人给这个司马光的这个枕头啊 这个警枕起了个新名字 叫烙枕 这不是他年轻时候的事 这是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 实际上当时就是 他写《资质通建》是用了19年的时间 他完成资质通建之后呢 大概过了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所以他当时呢 应该说司马光当时他的岁数呢 应该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 那么他弄警诊这个事 应该是五十多岁的时候 实际上他这么疯狂地利用时间 主要是《资质通建》这部书呢 太过浩大 他这个书完成了以后呢 司马光在给皇帝写的奏折里边说 他因为写这部书 所以头发都快掉光了 牙齿已经全部掉光了 身体已经非常糟糕了 他实际上是因为担心自己 不能在有生之年 去完成这样一步聚住 所以要抓紧时间 对 刚才说了 古今中外都有很多这样的人 非常珍惜时间 我们的学员 你们是这样的人吗 或者你们周围有这样的人吗 非常珍惜时间 莉达 有点过度地珍惜时间 你都过度珍惜时间了 是 比如说我一个人 喜欢一个人吃饭 因为会怕不太喜欢等着人家 也不喜欢人家等着我 所以这样省时间 就会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买东西 一个人做很多事情 他实际上 莉达把自己变成一块手表了 他就是莉达牌手表 这是得好的一个 时间管理的一个个案 我就是有一个表 自己的日程 所以我们安排 是要一个人做 你看 刚才管剑老师说了 康德他们村上的人 都是看着康德对表的 以后咱们快乐汉语的人 只要看见莉达 根本不用看表 就知道时间了 来 我们看一下 五点半就起床 洗脸 看书 还看书这么早起来 到六点半就要到教室去练功了 练一个小时吃早餐了 再过一个小时 吃早餐时间用那么多 一个小时的 这个地方可以再自己 其实这个时间 一般都和同学们一起吃早饭 所以要留 浪费时间 就是浪费时间 这是我唯一的 和其他同学在一起做的事 瞧瞧人家九点半在干啥 人家九点半在过目 第二天要完成 用了个过目 这都是领导的范儿 很重要 那很重要 那很重要 每天晚上九点半时候 是力达这个人生的高峰期的阶段 过目 成功之路 来 郑贤学 我就那首时间是那个在洗澡洗漱的时候 早上一起来就得去上课 就那个 或者那个运动完了回来 洗澡从来都不超过五分钟 就放一首歌 完了 我就那个洗完了 能洗得干净吗 没有 你都特别干净 不是五分钟怎么洗啊 你教教我们 特别用力 就是那个一边 特别用力 不要太仔细 毕竟要洗干净吧 五分钟之内 然后那个也可以那个这样子 省自圆是吧 对 就是在节省水 这个是很好的 我一省时间也省那个自圆 然后那个一边那个洗头发 然后一边另外一只手 就同时啊 郑贤学在洗澡的时候 我觉得也得长一点 就跟章鱼一样 你知道吗 身上度了好多转 但是有个方法 我可以给你们 如果想控制到 每天只洗澡五分钟 洗冷水澡 就很快 可能一分钟就够了 好 那刚才你看 我们说了这么多 要那个节约时间 但是也不乏有一些人啊 他有这个拖延症 往往喜欢把这个时间一直 前面是浪费浪费浪费 到最后抓紧时间了 你说的说的 一直看康正老师是什么意思 因为康正老师了解这种习惯 我当年写这个博士论文也是这样 就是之前不知道在干嘛了 我后来一想 这没时间了 那就跟氛围一样啊 那是我这辈子最勤奋的时候 每天都不睡觉 那力达还少睡觉 就不睡觉 为了要不睡觉 就起到了警诊的作用 我就坐在沙发上 累了 就把脑袋往后一靠 就靠在沙发后面上 睡一会儿 那能睡他是吗 突然从噩梦中惊醒 对 接着然后就开始洗 你知道吗 他老师的这个时间管理的能力 和力达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 人家是非常严格的 刚才您还嘲笑人家 您这个非常容易造成过老死 我们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词 叫拖延症 但是心理学里面 不承认它是一个症 也就是不是一个症状 可是这个症状呢 又是看似与生俱来的 你说你小的时候有 而且16世纪的时候 就有一个叫做 埃德华霍尔 他就写了一本书 就是全世界 每个人其实都有 这样的拖延倾向 说每个人都有这种 拖延倾向 那我们的学员有没有 你飞吗 我是一个超级炎症的 有拖延症的人 对 怎么拖延 我的炎症到耽误飞机 或者耽误火车 是 耽误飞机 耽误火车 会经常吗 不是经常 但是会 有过很多次 有过很多 但是我自己觉得 只要不是跟死有关的 没有那么平常 但是这个拖延症 你像对我自己个人来讲 是我自己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把它拖延到 下个世纪地球上 地球人没有任何问题的 往往就是自己的事情 会犯拖延症 但是公家的事情 学校的事情 那不允许你有拖延症 因为那个时间表 不是你自己定的 是学校定的 拖延其实它种类比较多 比如说有些人 他是对于压力的逃避 还有的人 他是对诱惑的分心 比如说我对其他人 做其他的事情 我现在这个作业不愿意写 但是我可以听烟乐 做其他的事情 这是一种其他的诱惑 对于我们来讲 也有的人 他是那种追求完美主义 就是我一直想做 但是我希望 把他做得尽善尽美 结果我一直拖延 所以他有不同的类型 文静老师说几种类型 我都存在 但是我觉得大家 对于这个拖延症的看法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康正老师 刚才也说了 比如说这个拖延症 是我自己的事 我哪怕拖到下个世纪 跟大家也没有关系 但是有的人认为这个拖延症 问题还是挺大的 那么这个拖延症 到底重不重要 我们应不应该在意呢 我们进行一个辩论吧 康正老师肯定是这个 拖延我是有道理的 你肯定是这一方的 所以今天得把康老师的 得治过来 对 得把康老师治一治 但是康老师看看 能不能说服管建老师 好 那马上进入 我们今天的辩论环节 你看我们每位导师 都带着他们的队员 我们分成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呢 是开篇立论 要请一位学员出来 做一下自己的这个开篇 第二个环节呢 就是自由辩论 最后呢 当然是总结成词 好 那我们首先 要进行的是开篇立论 一分钟时间 正方先开始 看了 那么有一句话叫做 存在即合理 这个呢拖延症啊 它是存在的 是普遍现象 说明呢 它是合理的 比如呢 一天的事情 可能分成一周去做 有六天可以好好休息 最后一天把它完成个工作 那你就足够的时间去休息 然后呢也把这个事完成了 只是做事的方式不同而已 好 那我们反方代表是 龚碧阳 一分钟 我觉得潘朗说的这句话 太轻了 把这个拖延症 做成了一个习惯而已 但是我们都认为必分如此 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习惯而已 这个是已经是一个病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不仅滥费我们自己的时间 还浪费对方的时间 所以毕竟已经既然是一个病 我们得治 其实呢 正是因为对方呢 把时间看成了自己的敌人 不断地要去克服 去修正 所以在他们的眼睛里头 凡是跟时间做对的人 都是得病的人 这是让恰恰证明 他们本身是有病的 所以真正应该吃药的人 是他们 突然发现了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跟他们辩论 他们都是有拖延症的人 他们本身就是有病的 他们不是有病的 他就是费疾疾疑 这个刚开篇就已经针锋相对了 好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自由辩论时间 5分钟 来 开始 比如说你要做一些事 你先做交给老师 比如说作业 然后发现了有很多错误 但是我们一直 咚咚咚 改 改 改 然后最后以前交给老师 肯定不会没有问题 错误 肯定错误还是有的 不过老师已经没有时间给你改 而且如果你第一天做好那件事 你一个星期或是你 剩下的时间能休息 休息得很放松 但是为什么不事先休息 然后玩到最后做作业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先休息 但是你在休息的过程当中 你的心里已经有 我得做那件事 但是我再拖 明天再做 然后明天再做 这个也是不健康的 就是这个休息的时间 可以像个更好的方法做你的事 不这么想 就是刚刚说了 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但是也有可能影响到别人的感情 而且人家等着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感到焦虑 但是有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工作一直逼 逼 逼 到你最后的时候 突然逼你要把它完成的时候 你会有无比的压力 突然你就会爆发 你就会超常发挥 那我觉得你应该学好 调整你的情绪 第一天就让自己有这个爆发力 有这个紧张度 然后做完了你能再改 你还有很长时间再改 再想一想 那我们再前面 在前面 不要周定 没事 我觉得有时间的时候 没关系 辩论的时候也可以过去 我跟你说 现在有一个概念 你们对方没弄清楚 我们从来都没有说 我们拖延工作 我们只是在说我们拖延时间 明白吗 我们拖延了哪部分时间呢 换句话说 我们尽可能地把我们工作的时间 压缩的短短的 然后把剩出来的时间 我们享受的时间拖得长长的 实际上我们是一群笑对人生 享受人生 却勤于工作的人 停 这样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是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 是你们在拖延时间的同时 不光是你在拖延自己 享受自己的生活 但是同时你有很多可能 伤害了其他人 如果你伤害了其他人 对其他人就有害了 另外一个方面 是你们把所有东西 压缩到一个时间来完成 对少部分来讲 可能有压力的爆发 但是对大部分来讲 可能是非常马马虎虎的 应付了事 敷衍了事 那这个工作是认真完成吗 是的 对 是的 来 同学们来 我们没有说我们不认真的做 如果老板跟我们说 星期四交给他任务 我们必须要星期四交给他 但是说没有一个道理 他们的拖延症已经治好了 不不不 好 时间到 平均无法 非常激烈 各持己见 好 最后总结陈词 来各邦派一个代表 必须 stumbled 好 時間一分鐘 我方觀點是 拖延症 我方觀點是 拖延症的存在 具有實際意義的 比如有一些事情做的 做的 做 什麼 這個女的為什麼要這樣看著我 你不要這樣看著我 我方觀點是 拖延症的存在 拖延症的存在 是有實際意義的 比如有一些事情 做的過程中 有很多 變化 需要彷彿的改 如果沒有在 實際上 拖延症 反正如果你們 怎麼幫忙 好 時間到 拖延回答 首先拖延症 不利於有效的 完成工作和學習 我覺得我們要避免 出現在最後一刻 或者疫苗緊緊張張的情況 尤其是在團隊合作的情況下 因為這樣會影響到別人的 心情和生活 所以我們要多多學習一些 實踐管理上的方面的知識技能 這樣我們同時能提高我們 工作和學習的效率 還能提升我們自身生活的質量 質量 好 好 好 安靜 安靜 來有請我們的專家 最後總結 康正老師 其實對方一直在混淆一個概念 在對方的鼓動下 拖延變成了一個貶義詞 實際上拖延在這兒是一個中性詞 拖延代表著一種放鬆 拖延也代表著對自己的一種寬容 所以當你在拖延時間的時候 你是在給一段閒散的時光給自己 所以如果能夠有團隊跟我們合作 想必我們都是一些非常快樂的 用對方的來說 是個貶義詞的那個拖延 來對待自己的人 我想跟康老師代表的這個團隊說 我們一定會跟你們合作的 因為我們要給你們治療 這個拖延呢 你們真是病入膏肓吧 因為拖延我們一直在強調 拖延呢 這個更多的時候 它是帶來一種不利的結果 雖然康老師一直在說 我們拖延自己的時間 但是我們一定程度上 可能會影響了其他人 所以在很多的時候 我們還是應該很好地 進行時間管理 然後我們把時間管理的 控制得好了 其餘的時間我們可以 更好地享受生活 好 我們辯論的時間到 這個我覺得 要請大家來評判一下了 我們覺得這個正反方 你們支持哪一方勝利 支持正方 支持反方 反方是嗎 你看剛才這辯論 我們反方贏了 管家老師這邊贏了 所以我們想要問一問了 那這個拖延的問題 我們怎麼來改善和解決呢 我想我們今天可能提到的這個拖延 只是其中的幾個類別 因為拖延它的種類比較多 所以它應該是對症下藥的 比如說有些人拖延是完美主義的 實際上這就改變觀念 因為世界上沒有完美主義 凡是完美主義的 都是即將崩潰的系統 所以不可能說有什麼事情 是盡善盡美的 那麼有些人拖延呢 是因為總被其他的事情干擾 那這樣子他就應該切斷那些干擾源 還有的人呢 他是覺得 我的這個大目標會有壓力 感覺對一種壓力的逃避 當你覺得某一件事情 是壓力逃避的時候 我們就把那個大目標 換成一個一個的小目標 一個一個的去完成 這樣子在一定程度上 改變我們的拖延習慣 好 那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 隨堂大測驗 好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個環節呢 還是搶答題 我們這邊是我們的 女神隊 哇 個個都是女神 這邊是我們的 猛男隊 猛男還是猛男 猛男 他們猛 我猛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第一題 這部電影的什麼是兩小時 A 時常 B 時常 讀音一樣 但是字不一樣 看清楚了 搶答 開始 沒有 5 應該這邊先按走 我自己猛男隊 5 4 A A A 對不對呢 來看一下正確答案 來 看第二題 這塊表的樣是什麼 好看 A 10分 B 10分 搶答 開始 5 5 4 A A 10分 對 不對呢 看一下 A A 到底犯情況了 來 好 我們看第三題 這個網上漢語學習系統 合以什麼 反映出學員的學習情況 A 10時 B 10時 搶答 開始 好 好吧 5 4 3 A A A 確定了 真的嗎 都是A啊 都是A嗎 A 一定嗎 好 來 看一下正確答案 怎麼回事 來 我們交換一下這個位置吧 你們準備好了嗎 好 她經常關注新聞播出的 因為她覺得能反映出 所以在這兩個空的地方 一個是時事 一個是時事 此時事非彼時事 你們聽明白了嗎 準備好搶答了嗎 搶答 開始 來 做答 這樣是吧 5 4 3 2 來 說答 A A B OK A B確定了 對 A B A B A B 第一個是A第二個是B 對 不變了 不變了 那我們看答案 帕郎你的發套吧 好 那我們這一輪呢 是猛男隊答對了兩道題 我們的女神隊呢 答對了一道題 好 那現在馬上進行我們的 第二個環節 第二個環節呢 依舊是分這個女神隊和猛男隊 對 大家看到了前面有兩個檯子 上面寫著長和短 一會兒呢我們會給出一系列的詞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詞語表示的時間是長 那就站到長的檯子上 如果覺得這個詞語表示的是時間短 那就站到藍色的短的檯子上 好 最後呢我們要看看是女神隊留下的人多 還是男神隊留下的人多 好 第一個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詞 片刻 開始 這都不猶豫啊 這個很簡單 來來來來來來 是小白人 好 站穩了 我們要揭曉答案了 全部正確 好 好了好了 第一下一個詞你們準備好了嗎 下一個詞是猴年馬月 對 我說開始 開始 你們真覺得這樣嗎 馬跑得快呀 我們看答案 都對了 下一題 瞬間 開始 一 女神發揮了作用 你為什麼看答案 在那時候我要跟你同歸於盡 來 回答錯的兩位 就回到這個 對 座位上 好 我們的泰國朋友 就這樣被犧牲了 好吧 來 下一個 有點難呢 開始囉 5 含紙一揮尖 開始 開始 一揮尖 我們看答案 含紙一揮尖 康正老師給我們解釋一下 含紙一揮尖 這個實際上是一種比喻 就是 就這一下 就在這一瞬間 滄海桑田 來 我們繼續 說時遲 那時快 開始 這個難 一個一個 這個難 好 正確答案是 五三看一致了吧 說時遲那時快 意思是 不論遲快就在一創那 裡面有個池子 給人感覺有點干擾 但實際上說這個池是說 想池想說慢來不及了 迅雷不及眼耳 開始 三 二 一 更難了 謝謝 好 好 那最後剩下的是我們男生隊的同學 男生隊獲勝 這個迅雷呢 實際上指的是打雷的時候很迅速的 這個雷來得很快 都來不及捂住耳朵 所以叫迅雷不及眼耳 它形容速度很快 所以它是短的 好 那我們最後這個環節呢 我們也不比賽了 剛才比的都特別激烈 好 這樣吧 我們來為自己寫一段話 為自己十年以後寫一段話 所以我們的學員 希望自己十年之後會是什麼樣 給我們寫下來 老鄭 您好嗎 我在錄快樂漢語呢 我一直想做一個賢富良富了 您有沒有做到呢 如果您已經忘記了我一輩子的夢想 趕緊行動起來 鄭賢學這個人的價值 不在於金錢或光榮上面 是在和睦的家庭裡 您的氣質好看嗎 親愛的莉達 你現在想起我 臉上肯定照著微笑 回想我多麼不懂事 但是你也知道 你現在的成就 決定於我這裡盲目的努力 和固執的堅定上 我很期待成為你 也很希望 你對我感到自豪 很希望無論你在哪 你心還是單純善良的 十年後親愛的你 你過得好嗎 你成功地做好老婆和好母親 這角色了嗎 你還關注舊人和非洲女性問題嗎 不管生活如何 感情如何 事業如何 希望你還是一如既往地 做真的做好你自己 祝你一切順利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堂課特別有意義 我們的同學有什麼最後要總結的嗎 鄭賢學 鄭賢學十字的時候 我們就寫了這一封信 突然心裡還是感覺 一定要做到我的理想 一定要做到 就為了不對不起十年之前的我 要做到 那我們就現在開始抓緊時間 對未來的十年打好基礎 下課 再見 拜拜 對 平時你會怎麼買 每個月都會去買 用不完還得要買 不是我愛你 是買買買 未來你想怎麼買 機器人能替代我 不能代替老公 買還有回報 好萊塢一個角色盯我了 簽個名吧 下週的快樂漢語 一起來看就買